一部历经十年 跨越美国与台湾拍摄的纪录片 描绘来自台湾的杨妈妈 用一封封手写信 关怀在纽约监役中的华裔受刑人 发展出有如母子般的感情 主角杨妈妈在历经丧死之痛与破产后 从台湾来到美国重建生活 投入关怀华裔受刑人工作超过20多年 无人知晓的新生 全被导演李静慧用镜头记录下来 当时杨妈妈主持了一个广播节目 他们的电台来访问我 我就一头栽进杨妈妈的故事 她的办公室有一个非常神奇的铁柜 里面珍藏了将近30年来 上万封的书信 每一个受刑人都有一个资料夹 杨妈妈说 这就是每一个受刑人的人生 为了完成爱子归来 李导演辞掉大学工作 十年来不计代价拍摄 而电影不仅在圣地雅各 亚洲电影节展露头角 更入选全美全景竞赛片 当然没有想到一拍就是十年 其实我得到那个无价的爱 而且也透过这个电影来传播爱 亚洲首议会林淑豪的爸爸林济明 艺人何方与富威都到场支持 爱子归来也计划于秋季 在台湾院线上映 每日新闻六期眼看台北三方报道